大家好 我是三挺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节目前咱们先打广告啊 对 我这游秀活动又要开始了 这一回呢 咱们去北京11月18号19号 这两天呢 咱们去北京 11月18号咱们去北京一鹤园啊 看看这个三山五园呢 这是皇家的园林 这个皇上夏天在这避暑的地儿 这故宫实在是一棵大树都没有 那夏天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这一鹤园这块树多到这来避暑了 那在这呢 就讲讲说光绪慈禧啊 他们那些故事 另外呢 就是说一鹤园呢 本来在清朝灭亡之后 是要交给这个清政府的 是要交给清政府 然后让他们去做这个 就是让 以后就是清政府的这个居所了 是吧 这溥仪呢 是准备要从那个故宫里边腾退出来的 就是在这个清帝退位条例里边啊 是这么说的 先暂居故宫 然后以后呢 再迁到一鹤园 但是 这后来因为民国嘛 兵荒马乱 北洋政府兵荒马乱嘛 所以这个事呢 就一直被割据了 这被割 被割制了呀 被割制就一直割制到了1924年 啊 冯玉祥这北京政变打进北京城 打进北京城之后 把原来的后代清市的那个条例就都给废了 然后原来 那个你说在那个溥仪在故宫住 那现在你从故宫出来 你一个月也别去 你甭甭去了 你就对吧 你就直接从那个北京滚难了 所以呢 这溥仪才去的这个静园 然后另外呢 一鹤园就先讲这么多 另外呢 就是说11月19号 咱们去北京的孔庙 这孔庙呢 就是清朝 什么纪孔 然后那个考科举 这些地方 但是这个 咱在这儿呢 就讲讲这个孔子的生平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清朝的科举制度 咱们讲啊 说清朝的科举制度好像是 不光是清朝啊 就是说古代的科举制度吧 好像都是那种很公平啊 看上去很公平 是吧 实际上真的一点都不公平 他就跟今天的罗伯招聘一样 咱就说 清朝有一个一门三代状元 翁新存 翁同和 还有这个他侄子 翁增元 你们凭什么当状元呢 你不就因为都是老翁家的人吗 对吧 尤其是这个翁增元 你凭什么呀 你就是一个癫痫病患者 你就是一个癫痫病患者 你写字都写不明白 你就直接上电视了 直接或者皇上特批上电视了 然后你怎么挡的状元呢 不是因为你也是状元 然后你叔叔也是状元嘛 翁同和嘛 你叔叔也是状元 就是他和这个就是清朝的科举制度呢 他和往前的什么这个九品中正啊 什么这个查举生辟啊 对吧 和他们的区别就是唯一的区别 你呢什么 嗯 什么九品中正啊 查举生辟啊 他把不公平写在脸上了 然后这个科举呢 是他把公平写在脸上了 他披着一个公平的人皮李子啊 还一样啊 那行了 就是关于这两场活动呢 咱们先介绍这么多啊 感谢各位报名参加啊 然后咱言归正传说一个最近的事 看出新闻啊 遛狗不拴绳 然后一条狗把一孩子给咬了 是吧 狗这个东西啊 你放在家里可能觉得他是一宠物 但是如果是你说出门不拴绳的话 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野兽 狗咬孩子根本没什么应急反应啊 谁把狗招惹到了 不是的 这是完全是一个狗 他捕猎的天性 就是你说啊 这些他还没有说去 会去野性的这种野兽 他们捕猎有错吗 没错啊 你不能让狗去吃草去 对不对 但是错 错在哪呢 谁把这些东西带进城市 然后还没有任何的限制工具 让他在孩子边上自由发挥的 那么点个孩子 那在狗眼里那不就是一盘肉吗 是吧 这跟我拿枪对着人射击有什么区别 就是你这边要是有这种啊 你管都管不住的恶犬伤人 那真的别去嘲讽别人枪击案 是吧 连养狗都不知道拴绳 那属于是 就是说属于自己不故意的 然后给别人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这真的比什么枪击案愚蠢多了 那我看啊 就是说咱们现在 这很多人也在科普啊 说这个狗咬人了 然后怎么第一时间去反制啊 什么这个脱衣服啊 什么蒙狗脑的 这些事后出我链吧 是我冒昧啊 我觉得是一点用都没有 之前也有说 女孩被抢劫之后 然后在网上就科普啊 科普女子防身术 没用 遇到歹徒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跑啊 是吧 把最好是把自己那个包 把自己那包往西边一扔 然后呢 自个儿呢 往东边去跑 狗也一样 能袭击人类的狗 那么他从什么身材 到这个脾气 都不是好惹呢 他这个力量起码是 哪个人不想上下 尤其是颈部肌肉极其发达 是吧 你不说这个 狗 朝你 朝你进宫的时候 那狗朝你进宫肯定是 他不讲武德 他不讲武德 他偷袭 那狗 甭管说狗偷袭你的时候 你那时候还有没有时间去脱衣服啊 能不能盖住狗头 而且要说明一点就是你哪怕能盖住狗头的话 也说明啥 你那时候离狗头很近了吧 那一旦是你失手了 狗挣脱出来了 那他马上 冲你脸啊 或者是冲你喉咙就来了 对吧 你说你这时候你不等于送人头呢吗 你如果是啊 就是各位 如果各位真的有什么比较靠谱的这个紧急自救避险的措施啊 咱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留言啊 我是感觉就是 就现在网上传的那种什么脱衣服啊 猛脑的呀 这办法我真是不推荐啊 这个 很多养狗的人呢啊 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觉得是 哎我牵着狗绳呢 我牵着狗绳的 那天天这个给狗困入了吗 啊 他就这个没自由了 人要freedom 狗也要freedom 其实这恰恰相反 就是狗绳它是一个什么 狗绳它是一个狗和主人连接他们的纽带 主人牵着这狗走 狗才会有安全感 如果说你真放着狗随便跑的话 那么狗见不到主人 我觉得啊 他也会害怕 他也会情绪慌张 然后就产生那种应激反应 进而是有咬人的自保意识 因为他主人不在 那么我看谁都像敌人 对吧 那人也是一样啊 如果是一个大狗啊 一个被拴着的大狗 他朝我叫唤 哪怕是这狗 他跟谢成慧似的啊 甚至说他比谢成慧还大 是吧 这狗成精了啊 比谢成慧还大 但是我不再怕的 拴着呢 你叫上去呗 怕啥的啊 但换成是这大狗要是没拴的话 冲我过来了 哪怕是他没叫分啊 他就是那个朝我这个走走猫步过来呢 是吧 那我也我也会慌 我也会做好准备 就一旦他有什么动静的话 我赶紧是飞起脚 先给他踢出去 我得先自个自保啊 对吧 因此就是说千绳遛狗 这事对谁都好啊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那句话嘛 叫遛狗不拴绳 等于狗遛狗啊 那么在这个 这个跟我 就是在生活中啊 跟我跟谢成慧啊 跟三喵都有一些交集 然后现在呢 就是不太方便说明啊 有一位老师是吧 他呀曾经说过这句话 在世界上我最烦两种人 一个爱狗的一个爱狗的 那么 这你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你爱什么东西 我不反对 但是这两种人 各位可能接触过 比较磨双 对吧 而且他们嘴里的爱不是真的 爱发自内心的出于情怀啊 出于怎么样啊 不是那种爱 而是为了自己去谋取某些利益啊 对吧 你是出于为自己谋利的这种精致利己 这种目的 然后我才对外宣称啊 我是爱狗的啊 而我不是说这个 反对爱狗啊 而是我觉得大部分 那些所谓自称自己爱狗的人 他背后都是一个 以我优先啊 什么要为我所用 什么我要占头楼的 这样的一个精致利己啊 爱那啥也是一样啊 养狗这事呢 是自由 我对于真正的爱狗人士 我心存敬畏 但是绝大部分养狗的人 很可惜 你们不是真正爱狗 绝大部分只是说为了满足自己的 一己之私啊 一时的苟且和私欲啊 养的时候你不管 然后出事了之后你就消失啊 养狗的时候你说你养狗 你不拴绳啊 你不戴嘴套 这个时候就会严重的影响到其他人的正常生活啊 咱远了 咱咱都不说这个危险的 不说危险的 不危险的东西 你就算不危险你恶心人呢 那现在每个小区里 那草坪里都是狗屎的重灾区 对吧 你养狗 然后你不好好处理这个狗屎啊 你每次这个 别人呢 别人呢 比较友善的表达说 你这狗太大了 我看着害怕 然后你最好是把这个绳给拴上 是吧 或者是你这个 你这狗是吧 拉的是不是太多了 那那个 得缠一缠呢 这狗主人 他可能都说 哎呀 我家这狗拉的不买他 我家这狗这屎不臭 说哎呀 我这狗这性子可温和了 他一点都不咬人 这事你这么想啊 就咱有句话叫兔子挤了也咬人 对吧 兔子都有咬人的时候 你人都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人是什么呀 人是高等生物啊 啊 他都有生气的时候呢 那更何况狗呢 你自己敢保证说你自己就不暴躁 不发火 不生气嘛 那你连自己都管不了自己 那你凭什么替狗担保 说他不咬人 你没经历过狗的人生 你就没资格替狗表态 对吧 这子飞于安之鱼之乐呀 啊 那么 更何况说出事之前啊 你说的轻飘飘的这些人 他们出事之后都会上演消失数 就每到这种案件发生之后 他总是非常神奇的 就找不到狗主人了 那么这次狗要孩子这事 这事是在四川吧 还是在哪 啊 就是狗要孩子这事 他也一样 也是啊 这事情发生之后 然后这狗主人就找不着了 然后就经过这警察不断调查 查了多少个小时 查了一天多 查了三十多个小时 这才找到狗主人 然后才采取的那个什么强制措施 是吧 那 除了这个养狗啊 你说你不拴绳 不铲屎啊 就是这种不好好养的人 还有什么样的 还有这个 三分钟热度 哎 狗领来的时候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然后没两天就不想养了啊 然后就把这狗撇了啊 把这狗扔了的人 是吧 现在全世界两亿个流浪狗 两亿只流浪狗 中国四千万 世界最多啊 这些流浪狗 他没有家训 然后呢 平时他什么打疫苗啊 这事 他也不及时 所以他自身携带的那种病菌 病毒细菌更多 那被这种狗咬了之后 感染的风险更大 所以就是越来越多流浪狗的背后是什么 是这些养狗的人 哎 你 他们对于这些狗的嫌弃啊 就是呃 养狗 然后你养两天 你说你烦了 你给他扔了 那请问这种事就跟那个什么渣男提裤子不认人 拔脚无情 使乱中气 跟这个他有什么区别啊 之前呢 还有过一起就是说养狗 然后把人逼自杀了那事啊 就是那应该是女的三十多岁 那人怕狗 然后就是小区里边啊 就全是这个什么遛狗不拴绳的啊 全是这种狗遛狗啊 他就那个剪了根这个棍子 剪了根棍子就行的是 就上班上班还是下班路上 剪了根棍子 就行的是这狗要是过来了 我赶紧拿那棍子去轰一轰 是吧 我我我我给他撵走 是吧 结果呢 狗主人看见这就不干了 是吧 你凭什么拿棍子 你吓我家狗啊 你凭什么呀 这是我儿子 这是我闺女 是吧 所以就是 双方就是 呃 开始的这种谩嘛 那么 哎呀 这这种口角嘛 这个口 这种口角啊 哪都有啊 这太正常了 对吧 你一天 你一天不 就是说出门啊 你不见个人一两级吵架的 那也叫出门吗 所以就是 两边那争论一番 不就完事了吗 啊 这女的就上班了 那按理说的话 这事 咱就该到此为止了 对吧 但是不是 狗主人马上开始报复了 就 摇人啊 喊上几个人 然后就开始说 每天晚上 不是每天晚上 是每天晚上还是早晨 在他那个上班啊 下班的路上 就堵他 骂他 最后是 让这女的不堪其扰啊 让这女的不堪其扰 从楼上一跃而下 就用自己的生命 告诉这些 这个害命之人 对吧 你说 就是这种狗主人 这种狗主人 他人性这么坏 那他怎么可能 把狗给养好呢 对吧 那既然说狗养不好的话 哎 那么问题就来了啊 这些狗呢 该怎么管呢 该怎么管呢 著名的这个表演艺术家 陈隆老师啊 他不是说过吗 这个中国人啊 Chinese 他不是要管的吗 那中国狗也需要管呢 人需要管 狗也需要管呢 啊 有人就开玩笑说 让这个计划生育的 过来啊 管养狗的事务 是吧 整套绝育队 我全给牵过来 全给牵过来 这个上街抓狗 用狗身上 是吧 看见谁不穿绳 就把主人房子扒了 扒房牵牛 啊 然后这个 真的啊 就是说 他们这局货啊 要是说过来管的话 那我相信用不了几年 绝对 全国人口 不是 全国这个狗口啊 啊 他绝对负增长 是吧 那现在这个郑州 什么城管也出动了 满大街找狗啊 只要是没拴城的就抓 是吧 有人看着觉得 哎 这可能是大坏人心 是吧 但是我是非常的不支持 因为我对于那种 只要是运动的形式 我就一律不支持 郑州啊 您这个城管呢 还是什么人 您只要执行好 你们的养犬条例就好了 是吧 就是乱抓狗 不比什么乱养狗危害小啊 这话就是我只能说这么多啊 所以就是其他的那些啊 各位呃 您大伙慢慢啊 自个儿琢磨去啊 我觉得啊 就是要是想杜绝这种狗咬人的人祸 那就需要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每次狗咬人的事件发生之后 几乎是全网啊 都在对这个狗主人进行什么道德层面啊 各个层面什么思想层面啊 反正就是方方面面的谴责 但是谴责完事完事了 然后就是一起又一起的灾难 它又再次发生循环往复啊 西方啊 有句名言叫做 不是因为没道德才没秩序 而是因为没秩序才没道德 只有良法 只有良性的法律 才能保障国民的权利和生活 狗咬人这个事啊 它的根源在于什么 这种法律的秩序缺失 它不够完善 它还不足以让人去忌惮 还不足以 还不足以去保护其他人 所以说要想彻底根治这个问题 那就需要那种严格公正健全的法律 而不是靠现在这种啊 说抽风式的突击管理 对吧 那好了 关于这个养狗这个事啊 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 谢谢您的支持 derecom 按摩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来说